而为了吸引各县市的民众都能够到台中游玩 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也举办了一场农游活动 邀请到台北木寨家镇班成员前来餐具 体验新社在地风光 而师傅也希望就这一次的推广 让农村加值与农业永续发展 并且发扬台中美丽的观光休闲产业 优美的歌声为活动营造出欢乐的田园时光 市府规划了一场农游体验活动 邀请来自台北木寨地区的民众前来参与 除了品尝香菇浓汤以及精致的农产品美食之外 更没错过新社当地出产的咖啡滋味 就是很贴到有贴到大自然的感觉 我们希望把这个景点跟产业的结合 让都会区的消费者能够来到我们这个乡下 来这边体验农业 而市府表示 为了发扬台中休闲观光产业 举办了这一场农游活动 让各县市的民众体验 以及了解台中当地的慢活风情 把我们台中市的这样优质的休闲农场 介绍给我们民众 让游客来就常常喜欢来到这个地方来旅游 来品尝我们当地的客家美食 还有经常我们当地的好山好水 非常悠闲的自然环境 这个也是一场一个很疗愈的地方 台中的休闲农业逐渐发展 而透过市府的推广活动 希望让台中市区以及其他县市的民众前来观光 了解台中的郊区不是只有好山好水 还能有各式各样的休闲产业 提供大家郊游休憩 记者彭雨菲台中采访报导